自从谢霆锋与王菲世纪复合后 两人虽然爱得很低调 但有关他们的一举一动 却时常熔灯头板头条 这恋情越是藏着掖着 大众也越是好奇 眼看中秋也快要到了 不知两人打算怎么过呢 9月20日 谢霆锋来到上海 为某万表品牌展台宣传 一上台酷二玩电玩的谢老板 便心情大好地开启了模拟飞机 不过当小编提及飞接 谢时霆锋明显有所不悦 并再次提醒说不会再回应 都说谢霆锋跟王菲 在一起之后变得开朗许多 就算再不想提及王菲 屏风依旧忍住没有发火 而提及小时帝 陈伟廷与阿萨的恋情告吹 他也淡淡地表示 不会去说太多 反而不说才是最关心的话 今年张博之带着两个儿子从新加坡 帮回香港谢霆锋也多了与儿子相处的机会 此前一直有消息传谢霆锋将带儿子去参加爸爸去哪儿 这一消息也是引发网友一阵热议 采访当中谢霆锋却坚决否认称没听说过也没这个打算 那这些好像就是说网上有说你会去参加爸爸去哪儿 你不会 没有说到会这样的想要求 没有 那你之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没有 就不打算跟我上了 还是个人之间 我没有听说过我也不打算 就不打算